修好了 这是一个等离子切割机和手工焊两用的机器啊 个手很大 并且你看还是双电源的 220380都可以用 他正给我说这个操作方法呢 我也没接触过这玩意 故障现象就是不维糊 通俗讲就是不冒火了 正常情况下按动这个开关 他会呼呼冒火 现在是只有空下机动作不冒火 我也没接触过这个 这是一个朋友的 他非让我研究研究 那就拆开看看吧 我真没有搞过这玩意 全老板的电焊机 我倒是给他修过一次啊 像这种等离子切割机 我没有接触过 他买的二手的 1800买的 别人是4000多买的 他说别人没咋用 卖给他了 这里边是个气泵啊 继续拆 都得拆掉 看一下内部结构 这一圈螺丝可不少 上盖拿掉 这个上面那个电源板露出来了 大电容 8个 这个主板看着都挺新啊 看来确实没咋用 里边灰尺很少 拆开我不是为了 马上开始修 因为我对他不了解 拆开只是看一下内部结构 然后再往上找一下资料 学习一阵子 要通过了解他的大概工作原理 测量关键点电压 把故障范围缩到最小 最后才是动电烙铁 扣动开关 你看 有高压的啊 高压放电走这 有高压放电 这就说明高压有 只是维壶电路有问题 看在这样测试啊 虽然他没有维壶 但是直接碰触工件的时候也会打火 说明输出电压也是基本正常的 就是没有维壶电压 万用表先测量一下他的直流母线电压 也就是整流滤波完之后的电压 655V正常 然后再测量地线和焊把线之间的电压 这时候一定要把高压板的供电线拔掉 不然这上有高压 容易把万用表烧掉 睡间就烧掉了 我已经拔掉了 然后手按动手柄开关 看一下输出电压 317V正常的 那就范围缩的越来越小了 高压也有 输出317V也正常 就是没有引壶电压嘛 那就是这个小板上应该有问题啊 因为引壶电路 包括引壶继电器 都在这个小板上 那就把这个高压板单独拆下来研究一下 24V电源夹到这个接线段子上 你看这直接到继电器线圈的一端了 另一端负级直接接线圈另一端 也就是给继电器单独加个电压 加电的时候虽然看着有电流 但是继电器的动作声音不清脆 我怀疑这个继电器有问题 把它拆掉单独测量一下 线圈24V电直接夹上去 你看这个声音确实有点不太对 万用表电阻挡测触点 你看OL不通 那说明继电器坏掉了 找一个好的 你看这声音多清脆 测量一下触点 0.4V正常的 这是30A的继电器 直接换上一个 咱们装机测试 推闸 准备测试 搞定了 最终就是这个维护继电器的问题 虽然更换继电器花费时间很短 但是整个机器的维修过程花费了很多时间 更多的时间是在网上学习 学习它的工作流程 因为知道工作原理之后才能大概的有个维修思路 这就是所谓的磨刀部砍柴工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